匈牙利国家华兵协会的官方公告透露刘少林刘少昂在10月30日向协会发布签字声明 根据目前的协议想以书面形式确认 我们不打算和匈牙利国家华兵协会签署下一阶段的体育合同 我想请求匈牙利国家华兵联合会书面批准 同意变更我们所代表的国家协会 并免除我们之前的合同关系 产生的任何进一步付款和其他义务 根据多方媒体的报道 匈牙利国家华兵联合会主席接受采访谈到此事 表示自己无法劝说刘氏兄弟留下来 匈牙利方面已经给予了刘氏兄弟所有的支持 他已经和刘氏兄弟谈过几次 我问过他们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改变他们的决定 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说 我们没有太多的回宣余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 匈牙利华兵联合会也不会强行阻拦 但刘氏兄弟需要支付一笔赔偿金 每人的赔偿费用大约是在360万到540万元人民币 尽管匈牙利华兵协会在声明中强调 刘氏兄弟没有说出未来要代表哪个国家 但是接受采访的匈牙利华兵联合会主席认为应该是中国 北清报记者几经辗转也联系到了刘氏兄弟的母亲 他给出的明确答复是 是的 入籍中国 刘氏兄弟想要改变国籍 除了对短道素华的热爱也源于他的家庭背景 首先他们多次表达对主教张晶无条件信任 并坚持跟随自己的恩师训练 9月26日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发布最新一期短道素华国家集训队名单 此前执教训牙利国家队的张晶担任此次训练队主教 刘氏兄弟从今年8月开始与张晶教练一起在中国训练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父母居住在中国 也多次希望儿子能够回到中国 作为短道素华名将刘少林刘少昂为匈牙利队奉献了很多精彩的比赛 2018年平唱冬奥会刘氏兄弟领衔的匈牙利队在短道素华男子5000米接力决赛中摘得冠军 这是匈牙利在冬奥会历史上的首枚金牌 2022年北京冬奥会刘少昂在男子500米比赛中夺得金牌 这是匈牙利首枚个人项目冬奥金牌 他成为匈牙利目前唯一的冬奥双冠王 消息传来之后中国兵迷一直在持反对生意 因为刘氏兄弟此前在诸多大赛中展现出了对中国队不友好的一面 甚至报废了韩天宇抨击北京冬奥会 汉法尺度等等 但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刘氏兄弟入籍中国已经势不可挡 一方面这兄弟俩小动作太多 武达靖 韩天宇 石靖南都曾惨遭毒手 林孝俊更是肩部被撞伤 另一方面北京冬奥会的时候 这哥俩在网上的发声根本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他们阴阳怪气的太早了 内涵中国队之后 根本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还能入中国籍 总而言之 他们之所以不被网友接受 核心原因就是人品遭到了质疑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 加入中国国籍 刘氏兄弟除了要赔偿 匈牙利国家华兵协会一笔培养费之外 两人也可能放弃原本价值不菲的养老金 根据匈牙利政府的政策 奥运奖牌得主 可以从35岁起每月领取不菲的养老金 奥运两金得主刘少昂 届时每月可领150万匈牙利福林 约合人民币2.73万元 拿一斤的刘少林 每月可以领取到80万匈牙利福林 约人民币1.45万元 如果一直领到80岁 即便两人都不再获得奥运奖牌 都将可得1474.2万元和783万元的奖金 2022年北京冬奥会出生在美国的古爱玲 最终选择代表中国冰雪军团出战 最终拿得两金一银的出色成绩 成为中国冬奥军团最炙手可热的明星 在市场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上 古爱玲收获良多 广告代言更是接到手软 个人商业价值社会影响力 称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近日美国体育网站spotico发布了2022年 全球女运动员收入排行榜 在全球收入最多的体育女选手当中 古爱玲以231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1.66亿元的收入仅次于日本网球运动员 大阪直美23座大满贯冠军小威廉姆斯 美网女单冠军拉杜卡排名第四 细心的网友也已经发现 古爱玲的个人社交ins账号已经关注了刘少昂 业内人士认为古爱玲的成功模式 对刘少林刘少昂具有借鉴意义 作为冬奥会冠军选手 刘氏兄弟一旦加入中国国籍 两人出色的成绩健康的形象还有非常高的颜值 同样有望获得更多中国企业的垂青 收获不菲的商业代言合同 一般来说刘氏兄弟在加入中国国籍之前 相关经济团队也都会进行精密的计算 综合考量确保运动员综合利益的最大化 一年之后才能代表新东家参加洲际赛事 三年之后才能代表新东家参与奥运会 不出意外刘氏兄弟肯定有望代表中国队 征战2025年世界杯2026年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周期 中国体育规划了韩国短道速滑名将林孝俊 今年10月他代表中国队出战短道速滑世界杯 蒙特利尔战男子1500米资格赛 完成国际比赛首秀 接下来